三亚近日举行海鲜餐饮企业五一假日文明旅游诚信经营动员会 就假日期间海鲜餐饮的市场监管、食品安全等工作做重点部署 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、明白消费、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五一期间三亚将进一步优化海鲜市场环境 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特色化、品牌化、标准化的海鲜餐饮消费体验 维护三亚市旅游城市良好形象 餐会的海鲜餐饮企业表示将名骂标价诚信经营 坚守诚信经营、文明经营 比如说像海鲜它的金数都会非常清晰地告诉给我们的客人 三亚逐力增强餐饮行业自律 通过开展海鲜餐饮商家新级评定 海鲜餐饮精品加工店评定等活动 进一步规范商家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 针对的所有餐厅的话 无论是它的软件还是硬件的话 都有比较详尽的一个规定 今年会再评选出一批三星机以上的餐饮商家 以及精品的海鲜加工店 希望为今后游客来三亚消费的话 提供更优质的一个选择 结束了 再